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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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剛才來請一位新的廣告明星來 在食衣店那邊的是第一位唐宇哲 哈囉宇哲妳好 妳好 她也覺得不是九總好明星的一位 現在也有相聚喔 對啊 其實拍了第一次廣告之後 就開始都在拍戲 所以你現在應該算紅了吧 我現在就還好啦 我覺得 走在路上已經會有人認出來了嗎 會啊 會啊 剛好有一個工作人員跟我要簽名 工作人員跟妳要簽名啊 對啊 沒有啦 可是因為他看我們的戲 所以我很謝謝他 所以你剛那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很紅 不紅 這樣妳剛剛看太紅 好 她也覺得旁邊的我們歡迎是壯壯 哈囉 壯壯妳好 妳好 妳好 壯壯今天比較有名的是 在悶鍋演趙建銘喔 對 對 所以妳從什麼時候開始被認為想趙建銘 我那時候就是跟韋鐘哥接觸之後 然後製作單位希望我可以提幾個 我適合的角色 然後我就覺得 還OK啦 有點像那個方蓮 然後 妳講OK啦 妳悶鍋的人怎麼搞的啊 講話很像對不對 OK了 我不知道 大家都那樣講 就OK 你有演過那個 國泰班記者會背對著大家 對 我有啊 你有嗎 有 我有 妳就那個每次被阿堅罵下流的那個人嗎 我被罵過幾次 後來連這個角色也演不到了 就是換人這樣子 這個角色有進肩嗎 有啊 真的很激烈 尾中科底下大家都搶著眼淚 他不就是背對著鏡頭嗎 很難啊 是不是背部也要有戲是不是 真的要有戲 所以模仿趙建銘的訣竅是什麼 其實趙建銘他 我一開始覺得他應該會有中南部的 多一點的感覺 可是他又沒有阿扁總統那麼多 對 我覺得他很難抓 那他臉的表情重點是什麼 他也沒有表情啊 沒有表情就是他的表情 他就是戴一副眼鏡然後 嘿嘿嘿 今天幸宇跟我來到這邊覺得很開心 來到現場看到康勇哥 跟小孩子姐 嘿嘿嘿 他講話真的嘴巴不合起來的嗎 他會合 可是因為我笑的時候會比較像他 所以大家就叫我笑笑笑 我在想模仿趙建銘的訣竅 可能就是要整個畫上他的妝吧 才會笑 對 因為很少人聽到他講長篇大論的話 所以搞不清楚你的妝容 沒錯 那唐宇哲在偶像劇都是演哪一種 就是帥哥 沒有耶 其實我前 前幾部戲幾乎都是 其實我演的幾乎都是比較叛逆的角色 跟我平常的樣子很不像 可是就是基本上都要帥嗎 廣告比較是 但是戲還好 戲我不會太在乎 我也有很醜的 真的嗎 很狼狽的那種被追殺的啊幹嘛的 可是在被追殺之餘 還是有耍帥的成分吧 就是跑了這麼這樣都還是很酷啊 對 就偷偷注意一點 對 不過戲比較重要啦 真的 你在演藝圈是哪一群人是你的朋友 演藝圈哪一群人有很多耶 其實 像拍戲比較好的朋友就有汪東城啊 像 然後其實私底下比較好的話就是 像 李懿啊 李威啊 然後 就是之類的 你跟蔡依林他們也是一群的啊 對啊 我們今天一起錄那個 對啊 就是跟蔡依林 就是蔡家幫 她是蔡依林他們那個幫派其中的一個 蔡依林那是蔡家幫 對 所以你在裡面扮演的角色是 那我怎麼辦 你也要扮演 你也要玩這些嗎 不是 那我就要另外取名字了 我絕不可以取蔡家幫 就被用掉啊 畢竟你年紀已經不小了 你需要玩這種遊戲嗎 結果小朋友才玩千金結束 就是年輕人很喜歡就是有這種感覺啊 其實就是 所以蔡依林是幫主嗎 對 他是主席 然後我們就是 其實就是大家都是好朋友啦 然後只是我們為了趣味這樣 所以他可以操控你們嗎 他 也還好 我們裡面就是 大家表面上看起來很正常 但其實我們門一關起來 其實私底下都是互相在鬧的 其實沒有什麼那麼 為什麼這次好像有 關你們玩性遊戲 不會 就表面看起來很健康啊 關你們都脫光了 不會不會 不會玩那種 可是就是打牌要吃飯 吃火鍋幹嘛 可是就是會玩得 很不像大家平常看到的我們那種 那邦歸是什麼 邦歸喔 其實就是邦歸 就是要 就是要正派 可是要怎麼樣證明 怎麼樣證明 怎麼樣證明自己是 心存善念的人呢 要拿出那個有捐錢到什麼機構的那個單子是不是 其實就是 其實他們每個裡面的眼睛都很利 他們只要覺得你這個人不對勁 他們就會把你 就是 就不會 收容你 對 所以曾經劈腿過這可不可以加入 曾經劈腿過應該是不太可能 應該會被大家攻擊 所以還滿嚴格的 對 就不容許有感情上不好的事情發生 好 今天除了唐宇哲跟壯壯之外 另外一位是黃文復 哈囉 文復妳好 哈囉 妳好 妳是 妳是廣告裡 永遠都是演陽光型的嗎 對 可是我比較都是 屬於就默默的 閃過去閃過去的人 你沒有演過主演的廣告嗎 也是有 可是大家比較不會有印象 那MV呢 MV有拍過一兩支 可是最後就沒有主打 所以整個演藝之路很不順遂 所以 其實我覺得這樣也不錯啊 有一位台語歌手我忘記她是誰 你很傷人耶 你很傷人耶 忘記人家是誰 然後還有另外拍一個是 林志炫的MV 對 她那首歌很好聽 對 你長得其實還滿帥的啊 怎麼會都沒有辦法很搶眼的 其實這樣也不錯啊 這樣可以 一直都有 因為 妳覺得如果曝光太高的話 別人認出來這個人 就沒辦法接那麼多廣告 對啊 就會被固定形象說 可能我今天是什麼什麼角色啊 然後大家以後 就會把妳固定成那個角色 然後之後 妳就很難在意有碰其他的 結束的東西 可是你不會很希望 趕快大紅大吃嗎 嗯 順其自然我覺得 像現在就其實還不錯啊 壯壯有拍過MV嗎 沒有耶 沒有 壯壯要拍MV 一定是拍台語歌手 因為孫燕這不可能跟你搭吧 很難講 我們知道如果搞笑 你自己抿著良心 OK 沒有機會 對啊 對 壯壯也是從小就抱著明星夢了 應該是說娛樂或是 逗人家開心那種 對 這類的 所以你在班上是 風雲人物那一型的 還滿風雲的 都是功課不太好的 風雲的那一種 可是很快大寶 課外活動就是會做很多 那你有一直拼命去找各種管道 進入演藝圈嗎 沒有 因為我之前大學就是念戲劇系的 然後念到後來 我就想說以我這個狀況 應該很容易就可以接到 就是演藝圈 當然啊 當然啊 什麼狀況 什麼狀況 我的條件就是整個 我整個應該就是 應該是要很順利的啊 就是在我的想像 應該是很順利的啊 為什麼 誰給你這種想法 你是說你可以放得開嗎 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覺得 在我大學的時候 就已經參加就是 果陀劇團啊什麼的 我覺得 那表示是某種肯定 那既然我 所以你是要走唐重慎路線 或者趙志強路線這種嗎 都可以 就是我覺得 只要我能發揮 我覺得都可以 怎麼樣都可以 狀況很有明星氣是不是 他講話說一致 對 好看 怎麼覺得你 你好整個身體很beasy耶 我想這也是個機會 讓我在演藝圈可以大紅大字 所以我要盡量發揮一下 我覺得你誤會演藝圈了 沒有啦 你盡量發揮自己沒有關係啊 對啊 好 女生這邊第一位是李芳怡 哈囉 芳怡你好 你好 芳怡 芳怡是廣告的明星 開過哪些 開過都是一些很誇張的廣告 像什麼 肯德基不管了 人家要考番薯 對 那是你喔 我的免費找番薯那個 那你不是有來過 只有那些學校嗎 那你怎麼長得跟上次不太一樣 真的嗎 對啊 你眼睛又變大了 有嗎 上次看有哥也說 我跟電視上不一樣 對 對 那你講那個番薯我才想起來 對 所以念後退整形還是什麼 我沒有我沒有 就一樣 然後你也是活動主持人 對 有一種專門拜校園活動的公司 是不是 對 就是活動公司 它可能有很多不同類型 不只校園活動 它可能也會接廟會 放狀你沒有做過校園活動吧 沒有沒有 還不夠紅 不用紅啊 就是要有種啊 我真的很佩服你們敢主持校園活動 那你有主持任何東西嗎 發表會 有主持人家的畢業 畢業典禮 真的幾個 畢業典禮 可以主持嗎 國歌居然也可以唱成Red版 思宜 然後思宜又出來唱 帶國歌 然後就好 現在唱國歌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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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等一下你是唱完整首嗎 整首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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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佩服 你們敢主持校園活動的人 那你有主持任何東西嗎 發表會 有主持人家的畢業 畢業典禮 真的假的 畢業典禮可以主持嗎 有啊 就是 畢業典禮要怎麼主持 就是私儀 然後私儀又出來帶國歌 然後就好 現在唱國歌 然後樂隊都沒有 然後樂隊都沒有聲音 沒有樂隊 樂隊都沒有聲音 然後因為那個負責的人 叫我自己唱 唱國歌 整場都 大家都崩了 好嚇人 所以他們只是想要找你 去當私儀是不是 沒有要搞笑的意思 私儀加表演 因為他們請劇團 希望整個劇團包這樣子 所以劇團還有一些表演 但是我就是主持人間私儀 那你為什麼不好好唱國歌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就是想搞他們一下就 所以唱完這大家都high了是不是 還滿high的 還滿 雖然都沒有配樂 整個就只有在那邊 等一下你是唱完整首嗎 整首 不會吧 那就是 後來下來以後 人家跟我講 你唱太長了 對 你整個表演有時候太過長了 可是沒有 後來我覺得 三民主義 因為武當所的東西 以前民國已經拿了 你都只能在那邊把它唱 我不知道現在國歌可以玩了耶 可以拿來玩嗎 好像可以了 真的 而且民風還滿開放的 真的 好 下一個我歡迎張君民 哈囉 君民你好 你好 君民也來過志永學校 也是一個可愛的廣告美少 謝謝 不過妳今天穿得比上次少耶 沒有 我們製作人有壓迫 妳穿那麼少嗎 對啊 我問她說可不可以穿褲子 她就說不行 蛤 好黑的節目喔 你幹嘛 我們還在賣肉啦 不是嗎 是 好 既然比妳穿裙就出來吧 來 君民過來 好 好 妳猜她幾歲 大概十七八吧 蛤 真的嗎 不然幾歲 十六啊 喔 差不多啊 就二十以下都差不多 你是小朋友耶 喔 真的嗎 我是少女的 五十六很小耶 對啊 妳根本還不能喝酒啊 我也沒有喝啊 所以妳人生就是重心是什麼 上學嗎 對啊 所以同學都在聊什麼天 聊什麼內容 就是 講笑話 好 妳講一個我聽 就是啊 有一天小明跟小美說 小美妳沒爆了 然後小美就爆掉 好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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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們笑的笑話 好難喔 很爛耶 妳每爆 然後小美就爆掉 對啊 好難喔 你還可以跟她聊什麼別的話題嗎 可以啊 那個 有懷孕狗嗎 她才十六歲耶 上次有爆臉啊 不要那個啊 廣告裡面有 不會吧 真的嗎 就是有一個那個白目的廣告 然後 我就要演那個 就是 她很長十六歲 能來演孕婦 年輕的孕婦 妳演過孕婦 對啊 然後還裝一個假肚子 然後就 然後那個 那個 演我老公的那一個 然後就摸我肚子啊 然後就聽啊 然後就 就這樣就沒了 妳幹嘛 妳幹嘛把話講清楚一點 怎麼說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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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就是 那妳們學後 應該同學就會覺得妳一直有機會接觸到明星本人吧 會很羨慕妳 可是他們會覺得就是 如果明星遇到我的話應該會癢功 為什麼 因為就是 我還滿像神經病的啊 就是不講話的時候 覺得好有氣質什麼什麼 然後一講話就 破功 妳站好 然後不要嘻嘻哈哈的 裝氣質就眼睛稍微看低一點 然後憂鬱一點 憂鬱一點 那我要講什麼嗎 不要講 我只要看妳裝氣質的樣子而已 喔 這樣還不錯耶 對啊 不笑就很有氣質啊 美少女 所以原來是個瘋子就是 所以 我可以講話嗎 我可以的放開 等一下妳在學校的同學是排級妳還是 沒有排級啊 會不會嫉妒 不會啊 所以沒有那種經過妳身邊 會說也沒有很漂亮嗎 有那種就是 它就是拍網告的 然後就是會故意在旁邊 假裝切切的私語 其實就是已經 我已經聽到了啊 故意講得其實滿大聲的 對 那妳有跟明星要過簽名嗎 有啊 誰 很多耶 就是遇到就簽了耶 在路上遇到嗎 嗯 妳常在路上遇到明星 沒有沒有沒有常常 有一次在路上遇到的是那個Tank 喔 就叫他簽 嗯 妳學終結人幹什麼啊 唉唷 可是妳不是遇到Tank嗎 對啊 不是啦 妳在學終結人不行嗎 對嘛 好啊就是一種很freestyle的東西 Yeah 所以該不會現在已經有男朋友了吧 沒有啊 有開始喜歡男生了嗎 我們是女校耶 所以有開始喜歡女生了嗎 沒有 沒有 女校不是很容易就會有女生追女生嗎 對啊 一些比較男性化的女生然後就開始愛上她 有啊 就很多T啊 然後 很多T嗎 超多的 是不是都打籃球 打籃...打什麼 打籃球啊 妳剛剛說打籃球 什麼 還沒差啊 一個是球 一個是球 對 對 對 要打籃球 怎麼會這樣啊 妳幹嘛再常常會搞這種東西 妳不是做媽 妳怎麼跟小孩子聊不來啊 好 然後 T都追妳嗎 沒有啊 沒有 嗯 妳長這麼漂亮為什麼沒有人追 因為就是都是朋友啊 然後留言 欸我覺得妳跟莊莊很配耶 為什麼 因為妳們兩個都很忙啊 為什麼 妳們一起約會很熱鬧 欸我們要不要去看什麼 變成好嗎 好 好對不起 妳在學校會模仿誰嗎 嗯 張國志 我以為妳是走小S路線 妳模仿張國志啊 就是好玩啊 喔 OK 而且我還有在那個 就是 禮台上面 表演 在全校面前表演這個 對啊 所以現在敢表演嗎 OK啊 讓她在她位子上 這樣比較像張國志對不對 好 那需要幫妳準備比嗎 可以啊可以啊 好 有嗎喔 好 來 俊銘到位子上面去喔 好張俊銘準備好了 好OK 可以嗎 好張俊銘要為我們表演她的 張國志模仿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老師又來啦 老師來幹什麼呢 老師來教大家如何做正確的股市分析啊 等一下我接下來要講什麼 好 等一下 可以打卡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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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從來從剛剛那邊開始 沒有沒有沒有從來沒有 你自己請便你請便 OK OK 我要再當自己這樣 因為好的老師帶妳上天堂 不好的老師直接帶妳住套房嘛 好 怎樣啊 這比都要多玩嗎 不會這樣 沒關係 好 下一位我們歡迎的是廣告美少女吳怡婷 哈囉怡婷妳好 歡迎 謝謝 怡婷妳除了廣告之外還有 還有 結果戲劇 什麼 然後艾曼妞要怎樣 啊 而且第一次就演戲就演那個 就是四集那一種 有被罵什麼的嗎 有罵就是導播罵大聲罵一句之後 但是馬上就知道我可能反應 下一個反應就是哭嘛 然後所以就馬上就你不要哭喔 不要哭喔 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就一直 一直眼淚吞 而且那一場大腸的超多靈靈的那一種 對 妳當時犯了什麼錯被導播罵 好像就是 亂走 就是 該我守不走 對 然後他罵妳什麼 就是 在幹嘛 而且很大聲 所以妳現在除了演出之外 妳還有做生意嗎 有啊 什麼 巧克力噴泉 就是可以沾水果的那個嗎 對 所以是妳開的嗎 對啊 生意好不好 妳說那東西一直長得像一個噴泉 對 它就是一直冒出巧克力來 然後維持一定的溫度 然後妳就可以拿比如說奇異果啊 香蕉啊 然後蒜頭啊去沾 蒜頭啊 有巧克力蒜頭 沒有 蒜頭我自己加的吧 然後沾 然後就現場吃嗎 對 然後可能再撒一些那個什麼 裝飾的粉 對 可是會不會有來買巧克力的人 順便那個拔妳 有很多耶 可是都拔那 都是那個77 78的 老伯伯啊 不是啦 年次 因為77 78歲啊 妳爸爸不是榮民殺手嗎 我爸是榮民殺手 是 78年次 太小了是不是 看起來就很嫩啊 那鬍子都很 沒有剃過 然後我還會這樣子 不是 如果你跟他說不好意思 那個不方便的話 他會這樣 所以他們發算的台詞 有變比較新嗎 沒有耶 手背在後面那是什麼招數 就是說 沒關係這樣 對 為什麼這誰教的 我不知道 可能現在年輕人的一種 有嗎 你們有流行過這樣嗎 沒有 把不到妹就手背在背後 不解這個動作是什麼 又就是他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耍帥嗎 還是什麼 是土豐舞社學來的動作嗎 就是幫自己找個台階下 就說 沒關係我也不會介意 然後就這樣走掉 對啊 因為他怎麼不能大發鼻子說 拽個屁啊 所以他一定要給自己台階下啊 我懂有台階下 可是 用土豐舞姿勢 也太奇怪了吧 是 所以他們都說什麼 小姐可不可以給我的電話 好 西門町伯伯開價前 小S的反應是 然後伯伯啊 坐在那邊然後就跟我們對看 然後就會開始用手跟你比價錢 對啊 妳代多少 我都會跟他這樣 因為比價錢 你一定是很少人的事啊 因為以前小時候 你哪會覺得說 好誇張我老人家 是長大之後 你才會想說 他們畢竟也是很可憐啊 在那邊的事 我懂有台階下 可是 用土豐舞姿勢 也太奇怪了吧 是 所以他們都說什麼 小姐可不可以給我你的電話 是不是 可以跟你做個朋友嗎 這樣 還是這一句 慢慢搭訕之前 會不會有好好的吃 好多份的巧克力噴泉 有一 就是有三個人來 然後就是朋友嘛 一個一個來買這樣 對 他就是為了換得一句 跟你搭訕的機會 對 那會不會有77 78歲的老人 來跟你搭訕 新門廳人怪人很多耶 都會這樣子 就是老伯伯都一直看 你已經等他 他還是一直在看你耶 好奇怪喔 他們都沒有羞恥心嗎 沒有 他們很做自己的 他們看你 有什麼需要 而且他們什麼大風大落 沒見過還怕你等啊 不過真的很 真的很誇張 他是這樣 還這樣子耶 你這樣 都已經這樣看他 還這樣子看你耶 他不跟你聊天嗎 不跟你聊就看你 就沒有跟你說 你長得很像我女兒 什麼這些 沒有 以前我們其實都會有那種 那個老伯伯啊 坐在那邊然後就跟我們對看 然後就一開始就有手 跟你比價錢 對啊 你代多少 我都會跟他這樣 你也沒有領導 你要給價錢 你一定是很想臉的事啊 因為以前小時候 你哪會覺得說 好光榮 我老人想要恐怕就進口氣 是長大之後 你才會想說 他們畢竟也是 很可憐啊 在那邊 小時候當然不會想這麼多啊 對啊 你為什麼不對年長者好一點 然後他們就會來吃 巧克力噴泉 不會啊 換講 巧克力會變硬啊 巧克力會變硬啊 你就不要給他冷凍了就好啦 那個滿難咬的耶 真的 其實芭樂 不太好咬 好啦 你也是貼心的一種想法 而且真的神經病也很多 常常就是 前面的垃圾桶 就會看到瘋子一直對著那個垃圾桶講話 叫人就一直這樣講 那妳怎麼辦 妳會很害怕嗎 沒有 我會一直觀察 她跟垃圾桶 她跟垃圾桶說什麼 她跟垃圾桶說什麼 不知道啊 就亂罵啊 也有亂罵啊 就一直回頭亂罵的 那萬一她過來跟你講話怎麼辦 不會 幸好沒有 我還有罵過那個流浪漢 妳罵流浪漢幹什麼 沒有 她就是有神經病的流浪漢 就是隨便 她有攻擊到妳嗎 她隨便亂 亂那個 踢人家的那個牆啊 招牌啊什麼的 隨便亂敲就 嚇她 對 妳說嘿 對啊 妳管那麼多幹什麼 很危險 就是很不道德啊 那是花錢做的耶 擺攤子的收入還是演藝工作 哪一種比較好 演藝會比較好 就是一天的收入比較多 對啊 那妳為什麼還要擺攤子 可是我常被打槍啊 就被退回來是不是 對 去試鏡然後就被退 就定裝囉 定裝也有過 就是已經化好妝 可是那時候 就是可能痘痘比較多 然後化妝師就 蓋… 導演說不行啊 我蓋不了 然後就回家 化妝師會講這樣的話 對啊 而且我都覺得 為什麼 為什麼化妝師一般會不會 因為我每次被打槍都是因為 就是化妝師的關係 有一次也是 那個化妝師就跟導演說 這媽媽太胖了啦 不行 然後導演就聽她的話 嗯 而且導演還很客氣 不好意思說 好 沒關係 不好意思要下次這樣 有機會合作 妳有太胖嗎 妳過來 來 我身材還滿畸形的耶 其實 沒有到胖的程度吧 真的 我的大腿跟小腿接不起來 什麼東西 什麼意思接不起來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會摩擦啦 沒有 我大腿真的跟小腿接不起來 真的 那妳把這裙子掀起來給我們看 不 不好嗎 對啊 而且這個 摸就知道了 比較軟一點 所以妳有一點想要放棄演藝圈了嗎 對 就是隨緣 像就是拍那個戲也是啊 就是 它就是保證20集 我就是演到20集 對啊 20集啊 沒有原本一開始就是 八點檔是 能拍多少就 妳表現好就一直 就可能還會再演下去 結果妳沒有 那妳最後是怎麼被弄掉的 就是出國了 對 所以如果妳去面試的時候 旁邊坐的是張君明的話 妳會覺得它是一個 嚴重的威脅嗎 張君明其實還好耶 像 對 君明還好 李芳瑜就比較會 為什麼 真的 因為他比較穩啊 因為比較有親和力啊 沒有 他比較穩 真的 妳比較瘋狂 他比較不穩 張君明贏在他才16歲耶 我也有娃娃臉啊 我覺得年紀輕你不怕 所以妳怕的是演技穩的這一種 因為我很不穩 而且我很容易就是遇到鏡頭 我就覺得有光 就是有霧 然後我就開始慌 我不知道要看哪裡 什麼鏡頭有霧 就是只要鏡頭 一個鏡頭這樣在我前面 好 那個是鏡頭啊 對 一個鏡頭在我前面 它現在旁邊有霧嗎 然後我就覺得有霧 可能舞就是要表演 你知道 妳可能是這個嗎 對 它可能要什麼 那個叫什麼靈異眼 靈異眼 沒有 沒有 我就真的覺得好緊張 而且我會 就是第一次不好 然後我看到大家都會等我 我覺得更慌張 越來越緊張 對 然後台詞會不會亂講一通 會 會亂講 我根本就講完之後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我也沒有很積極啊 所以我也沒有很積極啊 好 我們有吳怡婷的那個作品 放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她的演出是什麼樣子 妹妹妳好 好 吳怡婷 所以妳每次拍廣告 大概幾天可以完成 都一天 所以廣告其實錢很好賺嗎 嗯 廣告是最多的 也沒有拍到累到那種昏倒什麼 不累啊 大家都 挑戰性會不會比較低 跟戲劇比起來 低很多耶 好 我們放張君明的作品給大家看 可能進入任何套餐 加上99元 讓你想說啥就是 不環境不允許 雄性動物發出聲音求偶 他們通常會要求異性 在手機裡輸入電話 這位女性使用的百樂摩奇鋼珠筆 居然能在紙張以外的玻璃 塑膠和金屬上書寫 隨身寫 妳看起來好小喔 對 都是國中的時候拍的 所以國中的時候就 就已經成為廣告明星了 國一的時候角色 國一喔 為什麼會有機會 就是因為那個 媽媽有一個朋友是 就是類似經濟公司的 然後就拍了第一支廣告之後 就是現在那個 這家的經紀人 然後就找我 然後就簽約 然後就一直到現在 好 來看李芳芸的作品吧 來 我們放李芳芸的廣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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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芸芸妳 前面有個牌子寫陶哲是什麼事情 這是我的第一支廣告 第一支片 就是陶哲的MTV 然後當天演得非常 因為為什麼印象會很深刻 因為演得實在太爛 就不會演 而且它是MTV嘛 它的歌其實跟我的 就是導演要我演的東西 兩個是分開的 我沒有辦法把它結合在一起 在這裡演什麼 類似戲嗎 對 它就要我演說 我男朋友離我而去了 然後我很想念他 但我想念中呢 我又想到說 我們曾經在一起了 點點滴滴 又要帶有快樂 然後但是呢 但是很快樂 但是他又不在我身邊 又很悲傷 就是悲傷中那麼快樂 妳太流淨了吧 快樂 帶著就是憂傷 憂傷中帶著 就是覺得心急如粉 多長的畫面 就大概那個cut 還要我演出這麼多 的元素在裡面 好 芳芸妳演給我看 來 我現在 所以是已經分手了對不對 對 她離我而去了 好 預備 Action 她已經離開我 我想到以前的快樂的時光 覺得好甜蜜喔 可是又想到以後 再也不能在一起了 覺得好悲傷 什麼時候才能夠再見到她呢 隱隱約懷抱著一次期望 想到兩個在床上的時光 覺得好飢渴 她 今天有沒有出來嗎 就是現在也還是很難 就真的好難好難 然後當時就演得亂七八糟 MV女主角爆料陶澤的追求手段 然後陶澤竟然跑過來我旁邊跟我講說 妳要不要拍照 然後我就說不用了 然後她就說拍一下拍一下 結果妳知道我做了什麼嗎 只有我有 一度覺得陶澤喜歡我 去好幾年 現在演還是很難 就真的好難好難 然後當時就演得亂七八糟 然後導演就原理放鬆的 就跟我講說 妳在幹嘛 然後全部人都在等妳 已經三點了 妳在幹嘛 壓力好大 然後眼淚都快流出來 然後最後就草草結束 她就說不用不用不用 下來不用演不用演了 就下來了之後 然後已經三四點 那我就在整理我的東西 那一支片同時有 另外兩個女生跟我一起演 然後他們就跟化妝師 大家都很開心 在跟陶澤拍照 然後我一個人 就默默躲在旁邊 就整理了 就是也不想去看他們 就覺得 就是算了算了 就自己趕快弄一弄趕快走 然後他們全部拍完之後 然後陶澤竟然跑過來我旁邊 跟我講說 妳要不要拍照 然後我就說不用了 然後她就說拍一下拍一下 結果妳知道我獲得什麼嗎 什麼 全部的人跟她拍照都是這樣子 兩個站得好好的 只有她露著我的肩 就只有我有 演的那還可以這樣 演的那還可以這樣 就是 就是 就是對啊 只有我有 就是她就搭著我的肩 妳太不公平了吧 可是就好開心 我就覺得 哇她人好好的 然後還一度覺得 然後 持續好幾年 持續好幾年 我就覺得明星在此冤枉耶 那她們三個演技是誰可以一分鐘落淚啊 是不是 張俊明是不是 蛤 妳可以一分鐘落淚嗎 應該可以啊 妳那麼瘋狂妳可以一分鐘落淚 可是妳要想什麼 我不知道欸 就隨便都想 真的嗎 妳是在呼呼我們還是真的 可是要有那個feel啊 我們節目不是悲傷的節目怎麼會有那個feel 蛤 所以要講什麼 厲害就在於妳自己可以想像啊 好 現在嗎 嗯 快開始囉 5 4 3 2 1 好 開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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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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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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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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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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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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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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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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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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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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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再讓他下一個 可是好像沒有人嚇到 沒有人嚇到嗎 因為你那個力量不夠大 對 再一次 再一次 應該再更大聲一點 我們是不是太久沒有跟國中生上來 黃福那 你去拍廣告的時候不會碰到像壯壯這樣的人 只要跟你競爭同一個角色對不對 其實 會遇到很多很多認識的 然後其實認識久大家都是朋友 可能 大家都知道他的那個痛啊 他的那個感覺在哪裡 可能這一次我們看到腳本 然後看到可能名單啊誰誰誰 就知道誰比較有可能 就大概知道 那你如果看到壯壯 你會心裡有冷笑聲說 還好啦 就之前不認識 就可能角色不一樣 心不一樣 你們倆不同型是不是 對 對 你笑嗎 好 我們放壯壯的演出片段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你要的 最後一餐 這不是肯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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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這個值得表揚的人 我們要好好講一下 有一個人你看我們 趙婦馬爺 他現在來到現場呢 真的 是非常的溫文如雅 那我感覺到真的非常的不錯 他足以代表我們國之棟梁 那一開始呢 自我介紹完之後呢 也是非常得體 他是新來的朋友 所以說他也不搶詞 但是呢 在我唱歌的時候呢 他的眼睛完全看著我的辣妹 他表示尊重 那我在唱完歌的時候呢 他還 有鼓掌 那我是覺得這一點呢 是值得大家好好的學習的 所有的朋友們 我們要跟我們肯馬爺 好好的學習一下 那既然 稱讚你那麼多 你是不是 給個面子 發表一下 這一個人如果說 懂得羞恥心的話 他基本上的話 他應該會發表一個有梗的 如果說沒有梗的話 你也不要講 好 我講一個有梗的 有梗 趙建平 大家期待他喔 他有梗 要好笑啊 好 各位觀眾朋友 那就身為一個醫師的立場來說呢 就生理 還有這個心理 這兩方面來說呢 我非常贊同這個 胡市長提出的這個 他們市政府提出的這個 這個建言 說有這個歌舞伎丁這一區呢 我覺得對 像我這麼有壓力的一個人呢 是非常需要的 所以我在生理呢 心理呢 都可以解壓 心理好像在看 其實我沒有那麼需要 我只是 建議大家去 吃吃日本料理就好 你現在去的時候 朋友撞到後面的床嗎 就是 整個拍完卡之後 達人趕快跑過來 那個多久沒有 你們悶過壓力好大喔 要講一個有梗的 真的 所以你剛剛講完那段之後 大家有覺得好笑嗎 沒有 講完之後 那個所有 對面所有人都這樣 就一副冷的樣子 請問 我真的不懂你們 講的梗是指 梗就是好笑 你有一個點 有沒有中 這樣子 然後你那個點在哪裡 就沒有 所以大家就冷 不是叫你要講一個 有梗的嗎 對 我已經覺得 那個很有梗了 我覺得他那個壓力 比主持校園還可怕耶 因為其他人都那麼好笑啊 對不對 對啊對啊 所以 不是我覺得那些哥哥們 很壞 對 他們不好笑 他們別人也不敢講啊 他們竟然這樣 壓迫一個新加入的人 所以去年 趙建民其實已經出現過了 後來就消失了一年 到底壯壯在燜鍋中 為何慘遭換腳 悲慘命運進廣告後 告訴你 對 他們不好笑 他們別人也不敢講啊 他們竟然這樣 壓迫一個新加入的人 所以去年 趙建民其實已經出現過了 後來就消失了一年 因為我整個一看到攝影機 我就馬上想到 那個 那條電纜是輸給 幾百萬人看的 我整個就 慌了是不是 沒有辦法講話 可是情還滿討喜的啦 OK啦 可是就整個緊張 那你現在也不怕了嗎 比 把兩年 把一年前那個調出來看 就會 嗯 還算 這樣算不怕了 好 我們看看唐宇哲的作品 來 你幹嘛啊 幹嘛啊 幹嘛 出來 我知道你在喝生活消耗茶喔 快點出來啊 如果等待 就能有塵埃 我會一直等 第一次遇見她 我們的距離 只有五點二五公分 一小時之後 因為這個笑容 我愛上了她 女生 妳要不要去看電影嗎 沒空耶 天啊 沒空 Amy 沒空 Yoko Yoko 沒空 沒空 欸 還有月十九 沒空 不是你的魅力縮小了 還是 欸 妳那好幾支廣告都很有名耶 對 後面那支也很紅喔 還有那支要跟女朋友見到面的那一個 而且他們那個廣告有得獎 就是導演有得獎 就魚有榮焉這樣 你很厲害 你拍到廣告為什麼都這麼厲害 沒有 我覺得是剛好碰到的廣告的東西 他們質感都很好 覺得是比較幸運 所以你在 我覺得黃先生應該很羨慕他吧 你就是想要拍他那種對不對 對對對 對 為什麼你會拍不到那一種 也是有啦 可是沒有張力沒有出來 對 湯宇哲你在學校裡頭會被人家 就是 會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現在還好 因為我換了一個學校 可是不是為了這個 是因為我不想念那個科系 因為我之前念的科系都比較工科的 然後幾乎三分之二都是男生 然後你因為這個 然後我們學校其實沒有什麼藝人 然後又拍戲什麼的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 譬如說女孩子比較注意你或是什麼 然後我平常我不太愛去打交道 然後我可能沒有表情臉就很臭 所以大家會覺得你在轉什麼 可是我真的沒有 可是現在演電視劇 就不用 不會再拍廣告了吧 有啊有啊 其實那些廣告都是我在拍戲的空檔 拍的 接的 然後去拍 然後像一些MV的都是 所以現在換了學校之後有比較好嗎 有 現在 因為我現在換了學校 我現在幾乎 因為我 我不是 我在學校都很不喜歡太那個 我都直接開車進地下室 停車場然後去上課上課 開車就走 就 不太會再 亂流連之類的 好 西蒂我 我最後想問一下 你覺得張鈞鳴會覺得對面的三男生哪一個是他的型 我覺得可能是黃先生 真的啊 蛤 好這三男生哪一個是最帥 我最帥 小凡啊 小凡啊 快點幫我做一個完美的Ending 也不完美 就靠你了 就靠你了 不要啊 靠他了 沒有啊 張鈞鳴看看你的口味是哪一種啊 他 撞撞嗎 OK啊 真的嗎 好帥啊 那吳怡婷會選誰 滿好帥的 哇 唐宇哲吧 交往的話是不是 唐宇哲這一席 沒有 晚半 晚半 好 那李芳怡 晚半應該是他 他很好帥 可是他真的會比較專情的我覺得 誰 壯壯啊 為什麼 男朋友的話 會不要 你們不要誤會這種人 怎樣 女生人最可怕 很多邪心的謀道 我跟你講 這樣你自己會講笑話亂把女生呢 外表長很有老實 對啊 不一樣 真的就很專情 好 謝謝你們六位加油 好 希望你們成功 謝謝 我希望你晉級之內做一些事情來彌補老外老外老外那個廣告 反正沒有人看 不知道是我啊 看不出來 大家都知道因為旁邊也捧著 哈哈哈哈 看一個人這樣 老外老外老外 換手我還蠻好自在外面 臉很僵 然後我就說 奇怪這個人是誰 怎麼會願意要把自己弄這樣 然後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那個字幕就打 我這樣沒 我也不知道該叫什麼 沒關係 你是可愛的一種 是可愛的一種 好 謝謝 所以CD